那今天晚上你是参加了这个活动 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次搞得很好 我是主委为的成员之一 然后我负责接待 candidates和media 那么我觉得准备工作很充分 从准备工作的角度来讲 然后呢参加的人也很多 我估计大概350人左右 然后我刚跟一个候选人的太太聊了一下 他说是所有这些候选人参加的 第二大人数最多的 而且进行得特别好 他们很满意 所以像今天晚上 你会讨论了四个问题 作为您个人你最关注的那些问题 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是 这个两个华裔科学家的这个事情 但是呢我个人看他们的回答呢 我说实话不是特别满意 因为他们好像不太了解这个事情 我们华裔的话还需要多在主流媒体上 更加把这种事情说出来 说出我们的反响 其实纽约时报也报道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campaign 不是对这个不是很关心 所以那么就目前这目前里面 你觉得你对哪一个候选人最喜欢 现在我还在没有决定 但是我觉得我个人倾向 就是前面三个现在的front runner 我还都比较喜欢 就是David Chuang Jame Raskin And Kathleen Matthews 这三个人我还蛮喜欢的 那么再可以问一个 您是要 因为我们第一个问题 就是希望大家要选举一个 战边吧 对吧 我是注册民主党 对 OK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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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